四十年前,Amy一家由台湾来到美国 怎料到了美国不久,丈夫就离开了 她无依无靠,又没钱 只有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流落街头 有一日,Amy走进了一间古老的教堂 有一个人给了她二十美金 她开心得不得了 当她离开教堂站在红绿灯前面的时候 她看见路旁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突然有个声音对她说 把你所有的全给他们 Amy心想,我有什么呢? 心里的声音说,你口袋里有二十美金 这二十美金对Amy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她还有个婴儿需要照顾 但是心里的声音又再对她说 拿出来给他们 于是她从口袋里拿出了二十美金 在路旁的热狗排档 卖了二十个热狗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卖热狗的人觉得很奇怪 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 会对这些陌生人那么好,那么有爱心 她在那里卖了十几年热狗 从来没想过要帮助这些人 她被Amy的善举感动了 便将还没卖出去的热狗 全部捐出来给那些流浪汉 从那天起,她和Amy每天都在路边送热狗 也从那天起,很多人主动送来各种不同的食物 捐给有需要的人 四十年过去了 Amy仍然在这里帮助那些露宿者 她由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变成一个专门照顾露宿者的人 Amy已经六十多岁 她在洛杉矶市中心靠近第五街的地方 照顾那里的流浪汉 很多人都称她做Big Mama 因为Amy照顾他们就好像照顾自己的儿女一样 有人见到Amy就会说 哈利路亚 感谢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天使 在这几十年里 Amy不断帮助一群自己都不想帮助自己的人 她将自己所有的都分现在那些人身上 她说 我都曾经走过,经历过这些人的生活 受Amy帮助了十年的Tony说 我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尊严 放弃了我自己的人生 但Amy没放弃我 因为Amy的缘故 Tony决定重新读书过正常人的生活 花十年时间改变一个生命 你觉得值得吗? 在这四十几年里 Amy到底靠着什么力量 可以这样无私地付出呢? 有一次Amy的厨房只剩下一包面 看着钟 直到快要派送晚餐了 Amy只好坐下祷告 一个小时之后 一部货车送来一百箱面给她 Amy说真是难以置信 但又找不到不幸的理由 她说我好乐意看到缺乏 因为我可以看到神的荣耀 孟子认为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人人都有同情心 怜悯心 但我们不能只是感动 还要有行动才成 旧约圣经真言三章二十七节 教导我们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基督徒应该抓着 每一次行善的机会 来彰显爱心荣耀主命 新约圣经菲利比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 经文写道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知足的道理 人人都知道 但动力 有哪里来呢 就不一定 每个人都知道了 使徒保罗在 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说 我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Amy能够在 缺乏资源的情况下 持续无私地帮助 陌生人长达四十年 她靠的 就是那一位 赐恩典的神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 经文写着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人的拥有 不会令他变得伟大 人的伟大 在于将他所拥有的 化为别人的祝福 你是否愿意 成为别人的快乐 和祝福呢 跟 sacrific 能够进行 的话 请不吝点赞